一架固定翼飞机从一艘船上起飞 听到这儿 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起飞了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一些二战甚至是更早期的战略舰和巡洋舰上面 也是再有飞机的 而且还不是那种不需要飞行甲板就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机 恰恰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需要滑行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了 但是本来就有很局促的战舰尾部 根本找不到也确实是装不下一个可以供他们起降的飞行甲板呀 那戴上他们有何意义 来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啊 弹射器 所以人家是可以起飞的 但降落呢 该降在哪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树的火箭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装在战略舰上面的飞机 是怎么起飞 怎么回收 又是为什么要被装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地方的 好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了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战略舰上面的飞机是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空的 弹射器相信大家不陌生了 因为这个玩意儿就是航空母舰上的标配 之所以放在战略舰上面看起来有点奇怪 主要是缺少了覆盖在表面的飞行甲板而已 其实换到航母上把飞行甲板给拔开看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 为了在有限的距离内把飞机加速到不至于掉进海里面 弹射器一般都会使用非常强劲的动力来源 比方说今天用的最多的是蒸汽 以及未来肯定会用上的电磁等等 相比起来这些早期装在战略舰上面的弹射器所用的动力就要朴实许多了 炮弹 这样我想起了恐龙特技可猜号里面的人间大炮 人间大炮 一起准备 人间大炮 二起准备 人间大炮 二起准备 只不过在这被崩出去的是一架飞机而不是可塞战士 准确点说用的是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药桶 我分析之所以要用它是基于两点 的确实是由于药桶里面的炸药在爆炸之后能在一瞬间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 而这些气体是可以推动活塞以极高的速度往前运动的 正好就把挂在活塞上面的飞机给加速起来了 第二点是这些弹射器使用的是5英寸的药桶 而5英寸的舰炮几乎是每艘美国军舰的标配 既然本来就要用到大量的5英寸的药桶来发射炮弹的 为什么不直接也拿它来发射飞机呢 一物多用省事省力 再说了又能在发射飞机上浪费掉几枚药桶呢 本来就只在了那么区区几家而已嘛 你要是非得为它另外整出一套动力系统来 或许才真是不划算的 这样我想到了德国 不同于当时的美国 他们用的是压缩空气来弹射装在战列舰上的飞机的 显然走的不是捷径 当然这样却更加的德国 好了弹射出去之后这回收该怎么办呢 没有飞行甲板叫飞机落在哪呢 原来是落在海里面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的片段 难道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吗 那就是他们身下都带着福桶 说明他们都是水上飞机 所以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 海面就是他们的临时飞行甲板了 他们先是降落在战舰附近的海面上 然后慢慢的流到战舰旁 接着后者就可以用启动机把它调回甲板上面了 当然说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情况哪有这么轻松 你想啊 降落在海面上本来就不容易了 然后战舰还要与之相互配合才能够成功回收 这在平时还问题不大 一打起仗来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呢 所以在很多时候战略舰上面的飞机都变成了一次性的 一旦出发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 代价不可谓不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代价巨大 为什么还非要在战略舰和巡洋舰上带上这些飞机呢 他们到底会执行哪些无可替代的任务呢 主要就是两个 侦察和火控 侦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把事业带到天上扩大到几百公里的范围 这样的吸引力谁还能够抗拒呢 那火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观察并校正炮弹的落点 二战中的舰炮越造越大 越发越远 很多时候开出去的炮直接就落到了海平面的下方 而炮手是需要观察前一发炮弹的落点来校正自己的发射阐数的 看不到落点怎么搞 那就上飞机看呗 其实在上飞机之前 他们先是上过气球的 但气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先不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安全的设备 就说它在大风大浪的海洋上空要怎么保持稳定的工作吧 做不到只好淘汰 但需求还继续在那摆着呀 必须要抓根稻草才行 于是飞机就进入了海军的视野 然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炮手的眼睛 把命中的精度直接提了上去 可见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看走眼的呀 那么既然都飞到天上去了 能不能带点炸弹火炮什么的 在观察之余顺便搞搞袭击呢 很可惜啊 重量和速度都在那摆着 办不到啊 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本来就短 能把飞机本身弹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更何况还是阻力很大的水上飞机 要是在装点弹药变得更重 估计它只能一头扎进水里面变成水下飞机了 再加上本来就飞得慢 已经是有点火把子的意思了 还要不自量力的跑到人家门口去挑衅 不是自找无趣吗 所以还就是好好观察吧 然后祈祷在返航的时候 最好能够风平浪静一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U2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 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 为了减重 它只保留了几乎下面两个排程一条线的起落架 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 给它组上拐棍呗 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 它又被叫做高翘 飞上形象有没有 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 就可以马上把它给卸下了 诶 好吧 可是降落呢 没关系啊 有超跑来伺候 从庞蒂亚克GTO到雪佛兰的科迈罗 再到特斯拉的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喷击式建立飞机 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 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 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 从零加速到160才能在U2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 诶 听上去呢 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 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 因为它几乎起到了U2飞行员眼睛的作用 跟在离地只有三米不到的U2后面 这辆机肉车呢 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 它还有多少高度 它的机翼是否水平 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 一直要等到U2彻底停稳 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 才算结束 可以说从起飞到降落 U2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 而且还是在调节良好的陆地跑道上 所以你肯定认为 把U2搬到海面上 让它从既不宽敞 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 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 但实际上 在什么疯狂的事情 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 所以它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 是怎么实现起降的 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 先说原因啊 U2最初的航程呢 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 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 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 仍然是够不过去的 于是它就必须要在海外 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 在这里建一座机场 把U2放得更近一些 比如记录在岸的航班 就有从塞浦路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韩国等地击飞的 但U2的运营方 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的很啊 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 是很危险的 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速还快 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 所以早在1957年 仅仅在U2为他们复役了几年后 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 事实证明啊 这种未雨绸缪呢是明智的 因为在1960年5月1日 苏联人用SA-2防空导弹成功地击落一架U2 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 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 美巴关系陷入恶化 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也纷纷打起了腿堂鼓 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 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 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在1960年之后 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 哎 关键是怎么做呢 用航母啊 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 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10月 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 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 驿展超过了40米的C130大力胜运输机 哎 既然他都能上舰 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 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 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 洛克希特的传奇工程师 凯利·约翰逊 询问这位设计了P38闪电 SR7黑鸟 以及这架U2角龙夫人的 臭油工厂灵魂人物 觉得有没有可能 把他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 约翰逊想了想 嗯 回答说 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但是只要稍假改造 也不是不可能啊 吃了这颗定性丸的中情局 决定大干一场 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 也就紧锣秘谷的上马了 计划分为两个部分 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 前者由洛克希特负责 后者由中情局负责 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 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组所的违购 而后者呢 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 哎 他们从NASA那边找到了灵感 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 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 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 哎 这种故事啊 多了去了 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特那边 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UR呢 被称为URG 第一个改变 首先是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 以承受着剑式的冲击力 并将刹车距离啊 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 同时在起落架周围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 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夹扮时的撞击嘛 接着 第二个明显的改变是 洛克希特把他们为TRV海星喷气教练机 安装的自动围钩呢 改装到了UR身上 并在UR的机身当中加入了增强的重量 以更好的承受 当他抓住航母拦阻所时 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 然后 这个钩子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 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 才会被丢弃掉 既增加了气动性 也增加了保密性 再有UR机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 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轻到燃油的 或者是当他正在接近再有太多舰载机 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 变得不那么危险 最后 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援的外侧中部 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 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 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 使UR立刻失速 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 中情局对这项设计暂许有加 认为洛克希德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 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 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 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柱锁 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 1.5到2英寸的拦柱锁 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 传递到机身上的振动 好了 设计的载号 也要用测试来验证 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 1964年的2月 三架改装好的U2机已经做好了准备 它们将从一个陆机的简易机场起飞 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 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 领航的是施飞员鲍勃·舒马赫 他之前就已经干过大事了 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 未经改装的U2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 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 所以这次势灾必得 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付飞的操作之后 他选中时机 果断地放下钩子 准备着剑了 毫不意外 蓝猪所准确地挂到了钩子 但由于力量太大 机尾被拉了起来 使机头冲下 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 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宿的皮托管 好在很快就修复了 事后证明 这只不过是毫不浅的小插曲而已 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着剑测试 都相当成功 甚至在两个月之后 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命任务 飞到法属玻利尼西亚的 法国新核实验厂上空 侦查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 任务相当成功 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 但这却是U2G 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 进入到1967年 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U2R 投入使用 它的有效载荷是原来的4倍 航程是原来的2倍 中京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件 而且为了节约空间 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 都给翻折了上去 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 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 几个方面 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 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 本身并不隐蔽 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 不是言二道零吗 三是都有卫星了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还完全不怕挨枪子 用它不是更香吗 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U2了 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 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 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 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 就不了了之了 留下现在只能组着拐杖起飞的U2了 否则 它可能还能享受到 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火箭叔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请翻译